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讀 其实做这一篇我有那么一点点小紧张 因为我会怕被人家说 你怎么可以去笑一些特定的主群 可是我自己看了以后觉得 我很像是里面在讲的人 我有一些行为模式 跟里面的讲批评的东西 不要讲批评 这些列出来的一些特征 就不谋而合 我就觉得 哇我看到我自己在这里面 所以我自己是个神经病 那么psychopath 这个字怎么念 psychopath 常常说短成psych 就心里有疾病有问题 我是好严重对自己的指控 因为我是没有去看过什么医生 但是 然后我也觉得我生活上的各种的function 没什么问题 可是根据这里面的一些definition 或者这么一些描述出来的 trade 就是你的一些特征 我好像 i fit the bill 我们这样说好了 fit the bill 这什么意思 顺便就先讲一下这个片语好了 这里的bill的意思 不是账单 不是 bill还有什么钱 除了账单之外 不是钱 然后我们讲说一张20块 20 dollar bill 5 dollar bill 1 dollar bill 所以bill有钱的意思 还有另外意思就是海报之类的东西 就只要一张纸上画着什么东西就可以是一个bill 所以像以前在这个在那个闲赏杀人犯或之类的 你想象一下以前西部然后可能就会有人踢了一张bill 那这个bill上就说这个人杀了谁什么干嘛的 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a wanted person 这个闲赏的犯人这样 那怎么这个人长得跟这个闲赏的犯人有点像呢 fit the bill 所以他描述到一些这个有这个精神状况的人的一些description 这些trade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 那至于是哪一项呢 让你去猜吧 来往下看 他说10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一个psychopath so one in every 100 people is said to be a psychopath 所以呢 所以怎样 所以他要教你怎么在 这还有一个这个tid talk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所以他教你说怎么样去spot一个psychopath 在你跟他对话或者在跟他辩论的时候 所以第一个 他说的是 其实每一个都很值得把它读完 所以我们就来先看第一个 so they are privileged but try to play the victim 所以这个psychopath就是 他们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优势族群的人 或许有没有这个词啊 我们有弱势族群 那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有优势族群 反正我就算是我创造出来的吧 所以他们属于privileged OK就生下来可能家里有钱啊 我干嘛的 我不是这个啊 我家没有钱 OK so they are privileged but try to play the victim 可是他们就会在那边输得好像自己一副 过得很辛苦 然后赚钱赚得很累 或什么干嘛的 就是打那个悲情牌 打那个受害者的这张card 这样子 play the victim card 读一下下面 so pretty much everyone knows someone like this 所以大概每个人都有认识这样的一个人 可能你也有 so and it sucks to argue with them 所以跟他们变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总是会觉得 啊你的痛苦我懂啦 I've been there 他们这样讲 so it is like when a boy who grew up in a middle class family tries to tell a girl from a very poor family that he understands her and had to work hard for everything he has 就像一个男生 在一个middle class family 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一个男生 试着跟一个贫苦的女生说 啊我了解你的struggle啦 然后I have to work hard for every penny I earn 我赚的钱都是努力赚来的 把你放屁啦 OK 所以 you have things handed to you on a platter 然后就顺便讲另外一个 上面没有的片语 就如果今天有人 你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是人家给你 而且给你是把它 用一个好好的盘子来说 来拿去吧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so hand somebody something on a platter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platter就是那种盘子 上面可能放了一些食物啊或干嘛的 所以要是有人把一个东西 用platter装给你 那就表示 就是可以让你随便取用取拿的 你去一个party 上面有那种finger food 都是用platter装的给你的 所以如果说你身 你人生的一些东西 是放在platter上 人家拿给你的 you are served OK 你根本就是被服务的对象 所以你不要说 你身 你人生的一些东西 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 你没有 OK 所以这第一点 如果有一个人 就是玩这个悲情牌 那这他就是一个psychopath 其实这第一点看了 我会觉得有点 是不是说的过分了些 接下来几点可能 看能不能再说服你一下下 第二点 they shift moods rapidly 他们的情绪啊 移动得非常快 转换得非常快 这个moods就情绪 rapidly就急速的 so in an argument the suspected psychopath may go from being objective or compassionate to vicious and personal in a split second 所以所谓的in a split second 就是一毫秒这样子 就一瞬间啪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被怀疑是有 这个心理状态的人呢 go from 他就可以从什么东西 到什么东西 所以go from something to something 这个片语是这样子 那from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他本来是很客观的 而且是非常具有同理心的 so go from being objective or compassionate 那注意这边这个being 一定要丢下去 因为你的go from 毕竟后面一定得接名词 from是接系词嘛 那接系词后面 要接一个名词 所以你如果只说go from objective 可能就不太正确这样子 OK 好所以go from being objective or compassionate to什么呢 就变得很有恶意 然后就变得很personal 就完全就是 你跟我扯半天干什么 你长那么丑 personal这样子 OK 你跟我扯半天干什么 你那么穷 personal OK 所以突然间就开始 攻击人家的这个 个人方面的问题这样子 所以 那可能接下来 他说不定就是 不好意思 好我道歉 我道歉 结果过一分钟又翻脸 so they may flatter you and apologize 所以说不定他 下一秒钟就突然间跟你道歉 然后还称赞你一下下 then attack you again in a minute later OK 所以这场没有硬 我刚念出来 so attack you a minute later so一分钟又攻击你 so they are fighting to control the narrative 所以总之呢 他们就努力的控制 现在说故事是谁在说 所以一定是要他们说 绝对不可能是让你来说故事 这样子 第三点 they are constantly condescending 这condescend的意思 这个词我很常跟学生解释 在我们台湾社会很常看得到 就是那种高高在上往下说教的一种态度 OK condescend 我坦白说 我最近有时候会看一些那个YouTube上面 尤其我会看那个王伟忠 他应该都知道王伟忠是谁 他也有一个那个YouTube的频道 在就他做的一个广播节目 可是他有有live 然后把它变成video给人家看 那我就开着YouTube看 我就常常觉得他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就是在condescend 他自己完全是浑然不觉的 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或许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做 他媒体的大佬 对不对 在他控制了这个我们传统媒体这么久 他要是的确是很成功的制作人 我们这些的 所以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他就难免会有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那我们台湾的社会 其实对老人是非常宽容的 所以要是老人对你condescend 我们通常会觉得没怎样 无所谓 可是在西方社会 这就是 你只要是表现出这样的态度 我不管你这个社会位阶多高 多半就会被人家直接给指出来 所以在我真的认为 西方的老人家 比较不敢这么做 而这是好事情 就是他们不敢这么做是正确的 这才是人生该有的态度 我这样在讲的时候 我就在condescend他们了 自己要察觉的出来 OK So they're constantly condescend So psychopaths tend to think their shit doesn't stink so to speak 所以这些精神 身心有问题的人 不敢深情心里有问题的人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死是不会臭的 OK So their shit doesn't stink 所谓的so to speak 就是似乎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们的 他们大出来的大便不会臭 可以这么说这样 so to speak 这是口语的英文很常见的一个片语 so to speak OK 好 所以他们就会呢 好像保持一个很客观很冷静 很酷的一个态度 然后让他们看起来好像 they are very composed 那但是呢 可是其实这个都是一副 就他们用这样的东西来去让人家觉得说 我就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你 然后不管今天我们讨论的东西多 可以让人家心情激昂 他都不会 我就是很冷静 然后我就是可以用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跟你讲话 So they tend to keep a calm cool demeanor that enables them to seem in control OK 所以这个 demeanor的意思就是 一种举止 举手投足的那种态度这样子 叫 demeanor OK 他们有一个很冷静的很酷的 demeanor 让他们觉得他们处于 就是 they are in control 这样子 OK 所以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来 talk down to their debate opponent 所以 所以两个人在debate的时候 真的先失去的那个 cool的时候你就输了 要是另外一边还可以保持keep the cool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这边的人好像就是比较厉害这样子 没有情绪失控 所以 能够保持住这样子 情绪不失控的人 反而其实是psychopath OK 第四点 they can never own it when they make a mistake 所以犯了错 打死不认 所以认错的认 你可能会觉得 不是用admit吗 admit有承认的意思 可是 我们其实也很常用这个动词叫own 就是拥有 那时候会是一个片语 you own up to something 这样子 OK so you made a mistake and you own it or you own up to it OK you own up to what I do what I did 这样子 所以own up to something 或者就直接用own 所以they can never own it 当他们犯错的时候 when they make a mistake so with psychopaths their words and actions are almost never in alignment 所以他们所说的话 跟他们的行为 就几乎是从来不会排在一条线上 所以总有分歧的 and they are constantly playing the victim card 他们就永远都在打这个悲情牌 OK play the victim card so if they mess up they pass the blame to someone else 所以要是他们搞砸了 mess up screw up 他们就会把这个责怪怪罪 怪到别人的身上去 pass the blame to someone else OK 好 最后一点 they project themselves onto you 他们会把他们自己投射在你身上 so in the most heated of arguments a psychopath will try to pin their own worst qualities on you 他们会把他们自己本身 最糟糕的一些人格特质 拼在你的身上 这一点我觉得听起来是小有模糊一些的 至少我辨识不太出来 我们再看他最后讲这一句 they try to smear your character with their own flaws to take the heat off of themselves they want you to seem like the crazy one 只有最后一句我懂 他们希望你才是看起来像疯子的那一个人 而不是他们 所以他们会把他们 这个smear就涂抹 他们会涂抹你的性格 用他们自己的什么东西 自己的一些缺点 所以用他们的缺点 来去涂抹在你的性格上 这说的我觉得还是有点蛮模糊的 但无所谓啦 也没有说很追求 我一定要很懂这一个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 我大概不是这最后一点 那这个二三四会不会是我呢 让你去猜好了 我才不会在这边就公开说 我觉得我是哪一点 identify with 到其中一点这样 but anyway 这个读起来还蛮好玩的 那当然这不是真正的什么 很了不起的 专业的professional的assessment 这就是好玩的一个文章 那我觉得重点是 我们才重点学到一点英文 OK 好啦 那到这里OK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